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 三寨秦圈 就是盗版秦圈 黑山的视频暂停了 这是一个沉通的抗议 先警告这个三寨人 秦圈的盗版人 我上一集已经讲过了 名字也没给你讲出来 姓名都没有讲 给你个机会 结果你还是所谓见利妄议 因小失大 不过后果继续 就为了几块钱的事情 做很多道德的行为 那么再郑重的警告 因为你毕竟年纪很轻 我们已经查了你所有的资料 那么先警告 三寨人就是侵权的盗版的人 请大家看一看 张嘉兴 他是我们的会员 他又名张文心 或者本名张文心 张嘉兴 年轻的小伙儿 他现在在淘宝的卖家叫小兴美 在拿我们的教材 做盈利的贩卖 没有得到我们任何允许 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经过律师 给我们传来的最新的 一月份出台的法律条文 要确认侵权的罪行标准 以盈利为目的 你要注意 盈利 你拿去送人带就不说 你明明在网上卖钱的 未经著作全人许可 没有经过我们许可 你拿去盈利的 这个就犯罪了 那这个犯罪的 如果你那个点击率在五万次上 我们查了 你那个点击率已经超过五万 六万多次了 所以已经构成了 另外呢 要出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三年以下 做三年以下 你这个会跟你一辈子 你就永远变成一个犯罪人 有这个前科的犯罪人 所以以盈利 这个更具体说明了 你是哪些盈利的方法 不管了 你反正是拿人家的东西 没经过人家许可 卖钱 你赢利就要犯罪了 只要我们一告你 你要吃官司了 你可能要三年有期徒刑了 所有的其他的网友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随便侵权啊 那么 刚刚我们讲的 张扎兴 会员啊 张文兴 注意你的前程 不要毁在这个上面 音效是大 你赚不了几块钱 完全没有意义啊 你这个 把你老师的 老师教你 白教你的 不要钱的 免费教你 你居然把老师的这个教材 没有经过允许拿去贩卖啊 这很不到的行为 请你赶快这个 学挨勒马 收回你所有的那个 贩卖的这个成品啊 否则 我们再看到的话就 向律师提出来 正式的看稿啊 接下来我们要奉劝所有的购买人啊 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有些人买他的了 这些购买人我觉得也很奇怪了 相差多少啊 十块钱 在 我们这里 入汇一百元 他那里九十元 便宜十块 可是那里没有入汇啊 没有会员 没有会员 所有的权利你都享受不到啊 可是你就为了那十十块钱 而最重要不是这个问题了 最重要你买了这个教材以后 停播了 你会影响到所有千万人的学习的机会 你变成真正的害群之马 就为了你自己一己之事 害人害己啊 除了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之外啊 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是很坏的事情啊 学音乐的这个艺术人 应该比较有素质一点 怎么做这种事情啊 为何开播视频 我有一个使命感啊 现在我越开播越觉得啊 像你们这些会员 我所接触的这些会员 大部分的网友会员都是三十岁以下的 都是八令后的 所以你们那一代 上面那一代 你爸爸那一代 没有像样的爵士老师 你爷爷那代更没有 一个都没有 就像我这个年龄 七八十岁 中国有没有一个爵士老师 没有一个 所以你们那一代缺少老师 爷爷那一代 爸爸那一代没有 你们这一代就出来靠自修 自学 甚至乱学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义务 很想出来为大家做点事情 把我所知道的向大家做个介绍 所以我觉得一种使命感 很有 有责任 有义务 为大家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个学爵士音乐的 那我学回来 总是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够传播给大家 但是如果有很多老师 那我就不必了 可是事实上没有嘛 另外我觉得很快乐 最快乐的事情是怎么样 不说网友来一个赞 我来一个顶 我就很快乐 最重要我还是觉得 把我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知识 拿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种快感 我常常觉得 我写了一百多本书 我那么多经验知识 那我要走的话 我就把它统统带走了 没有了 那我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就是一种快感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开播视频 讲了三百多集 我还想继续讲下去 很多东西还要 由待开发努力 但是为什么要关闭视频呢 那这个我觉得 老病之人 够老了吧 今年就迈入到八十岁了 今年年底我就是八十了 我的病 神经病还没有好 两年了 所以我每次都还带病 出征 老病的人 义务教学 我没有收大家一毛钱 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毛钱 完全义务在教学 可是这个山寨之徒 实在是令人痛心 痛心棘手 你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还能做这个播客 做播客是高兴快乐 那不快乐 怎么做下去呢 尤其不快乐 做工作 对一个人的健康 影响最大 那我年纪这么大了 又有病 如果我在不快乐的心情之下 继续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很怕 会及早上天堂 所以为了 延迟我去天堂 我想暂停一下 因为痛心 情何以堪 我免费教你们大家 教每个人 你又把我这个 没有经过同意 把我的教材拿去 盈利 赚钱 你于心何忍 我是情何以堪 你是于心何忍 最后 齐许 齐就是期盼 许就是 答应了 我还是希望早日能够恢复视频 那很简单 如果 山寨人 把他这个 卖家撤销 这是第一点 或者他不撤销 但是没有一个这个什么 收购人 收购人 去买他的 让他一本都卖不出去 一样 反正让他这个不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早日恢复 如果他继续卖这个 那有人继续买这个 那对不起 你们自己做那个行为好了 我言不见为敬 我就完全休息了 所以早日恢复视频 我是希望 刚刚讲过的 三代人 能够 悬崖乐 那个收购的人 也能够 一样 不要继续 助纣 为虐 然后第二个 允许还是维护会员的权益 会员已经 入了会了 还是一样 我们上次讲的 即使不开播了 停止了 你的电子邮件 还是一样可以 写进来 你还是可以上 黑山论坛 请你多发表 发表你的意见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建议 你有什么感觉 等等都可以 在黑山论坛发表一下 你也可以继续电话 询问任何音乐的问题 任何任何 看一看 网上 八点到十点 每天都可以 你也可以当面解答 但是约好时间到家来 当面解答你的问题 现于会员 都是现于会员 会员 会员 你还是可以选过教材 重点教材 二级教材 三级教材等等 你也可以预定 迭遍 这些都是会员 会员的权利 非会员 抱歉就不可以了 当然还有其他任何 你想到的 所以会员还是一样 维护会员 如果很短期之内 我们能够继续 恢复播客 那最好了 要么就大家 沉淀一个时期 各位网友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话来说的 请上网 OK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